小王子, 聖修百里, 第27章, 最后一章 这件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我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个故事 我的朋友都很开心, 我可以有命地回来 我很难过, 但我只是告诉他们, 我很累 现在, 我终于稍微平静了一点 但是, 我也是完全忘记不到 不过我知道, 小王子已经回到他的星球了 因为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找不到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不重的 我现在很喜欢在夜晚听一下星星的声音 就好像五亿个铃铃那样 我后来才想到, 我帮小王子画的口罩 没有加到条绳 没有绳, 就绑不住在羊上 于是我就很好奇地想, 他的星球上会发生什么事呢 羊会不会吃了玫瑰花的 但我有时候安慰自己 不会的 小王子每一晚都会用玻璃罩罩罩住那朵花 他一定会看着臉的 然后呢, 我就会觉得很幸福 好像所有星星都对我微笑那样 但我又会这样想啊 人呢, 总会有疏忽的嘛 那就糟了 万一有一晚小王子真的忘记了 蓋着玻璃罩 而有这么巧的绵羊偷偷地走出来的话 那那些铃铃 就会变成一滴滴的眼泪 这件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对我, 还有对各位心爱小王子的人来说 一头我们都不了解的绵羊 他是不是在天空某个角落 吃了一朵玫瑰花的这个问题 就足以改变整个宇宙 抬起头望下的天 问下自己 那只绵羊吃了一朵花了吗 我想这样 大家都会体会到 一切都会有所改变 哼, 不过那些大人呢 就永远都不会明白 这件事是多么重要 对于我来说 这个就是世界上最美丽 也是最悲伤的一个故事 因为小王子就在这个地方出现 又再消失 麻烦大家, 仔细地看看这幅画 当大家将有机会去非洲沙漠旅行的时候 我希望你就可以一眼地认出这个地方 啊, 就是这里了 如果你刚刚经过 你可以放慢脚步 在星光底下等一会儿 如果 有个小朋友 面带笑容地走近你身边 如果他有一头金色的头发 如果他不停地问你问题 但是又不回答你问题 我想 你一定会知道他是谁 那麻烦你啊 一定要好好地对他 如果 你不想我再伤心下去的话 麻烦你啊 快点写信给我 告诉我 告诉我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谢谢大家